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够语言 今天是第十二期 不过在给您分享之前 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 能够开通过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非常的重要 函数的定义 不管您学习哪种语言 里面一定会有函数的概念 今天咱们就来学习一下够语言的版本 好 那咱们先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一共有三个 第一函数的定义 第二 多返回值的函数 第三 可变参数各数的函数的定义 都该怎么使用 咱们马上进入代码的部分 代码的部分 大家请看一上来 第一个声门一个包 这个必须要写不写报错 对吧 然后input一个format包 没有说的 然后大家请看 在这个地方 我给您定义了几个函数 咱们分别看一下 一上来funk 对吧 定义函数的关键字 然后函数名 括号 然后括号里面是函数的参数 并且在后面写上一个类型 然后再写上一个返回值类型 咱们一看 非常像C元 为什么C元 C++++快 就因为它在定义结构的时候 定义各种函数 变量结构的时候 非常的严谨 每个地方都要明确指明 变量的类型 导致它运行速度比较快 对吧 而且还编译 运行速度比较快 像咱们TS GS 哪怕咱们的Python 对吧 函数这些个类型 导致咱们运行使得相对较慢 这个也是构圆强大的地方之一 像现在 我马上要给您开的SWIFT开发 SWIFT也是这么的强类型 对吧 您在任何一个细节 都要指定变量的类型 所以说SWIFT的速度也比较快 好不好 OK 咱们先少许 咱们先学咱们的构圆 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 我通过这一行代码 咱们定义了一个加法函数的接口 对吧 接下来函数体 直接返回两个参数相加的结果 这样的话 就直接返回了两个数相加的结果 咱们就定义好了一个加法函数 对吧 同理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 做三个数相加 大家注意看我这个参数接口的位置 因为我ABC这三个参数的类型一样 所以说 我直接可以这样写 A豆号 B豆号 然后C 后面再紧跟一个类型 说明我ABC是同样一个INT的类型 好不好 然后再接上一个返回值 然后函数体 直接A加B加C 这种写法相对简单 而且我推荐大家这种写法 为什么 如果您每个参数的类型都一样的话 不必把代码弄得很勇于很长 对吧 这种写法反正我是非常的推荐 如果您的代码各种各样的类型都不同 那还是应该把每个类型 每个参数类型 要明确的指定 好不好 咱们养成一个好习惯 OK 接下来 四则运算 大家请看 我这个地方返回多个值 相当于python中返回一个原组 对不对 大家请看 定义了一个计算ABCD 传入两个值 然后大家请看这个地方 返回值用括号扩起来 它是一个原组 这原组里面有四个整形的值 需要返回 好不好 然后函数体 大家请看 也这么写 return 然后分别用逗号分割 写上四个咱们要返回的内容 计算两个值了 加减乘除 对吧 OK 这个只是给您抛针引玉 您在实际真正业有变化过程中 可能返回 您是一个user的值对象 可能是一个user的session状态 等等的 这是给您的业有需求 您自己去设计 OK 只能是说够原 支持这种返回原组的语法 好不好 OK 接下来 接下来也是非常常用 可变参数 什么意思 咱们调用一个函数的时候 咱们就给它传参 对吧 但是传参的个数 可以不固定 可以传五个 可以传十个 对吧 可以传任意多个 那这地方 它是支持这样写法的 大家请看 funk sum 求函数 然后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相当于 我传了一个数组进来 但是传几个 我未定 所以说这个地方 用点点点 int来表示 反应值还是int 在里面 大家请看 因为咱们传起来参数 个数不固定 所以说咱们用到了上期的语法 range 对吧 我循环参数 每一个参数 然后在这地方 做一个参数的累加 对吧 累加完之后 把参数 这个求和的结果 返回给调用端 没问题吧 这就是简单的 可变参数的定义 其实都不是很难 咱们马上看看 如何调用这些个参数 首先咱们打击看 两个数相加 这个没说到 咱们马上运行吧 稍等 我把代码拷贝一下 今天给你演示 还是采用Google的collab 非常的方便 函数定义部分 我拷贝在上面 OK 然后咱们下面一点点的来 首先咱们 首先先做两个数的相加 咱们试一试 两个数相加 10加20得到多少 30对吧 马上运行 看是不是30 大家看看出来了吧 10加20等于30 这个地方正确的输出 没问题吧 咱们做了两个数的和 接下来 三个数相加 当然也没问题 对不对 这个在每种语言中 都是一样的 OK 大家看看 10加20加30等于60 没有问题吧 成功输出 接下来 两个数的加减乘除 四则运算 返回多个值 对吧 试一下 大家请看 A B四则运算 返回了咱们四个值 加减乘除 没有问题吧 以这个方式接收 没有问题吧 OK 非常的方便 接下来 咱们再传多个数 多个参数 能不能传 比如说咱们传1到10 对吧 你把1到10都给我做合计 咱们大家都知道 1到10的合计是多少 对吧 55吗 对不对 所以说咱们应该接收到一个55 看结果 Go 大家请看 合计55没问题吧 比如说我后面 我再加一个 我再加一个11行不行 因为参数 你个数不固定 对吧 那么55加11得多少 66对吧 看是不是66 走 好 试一试 66没问题吧 OK 这就是咱们简单的函数的定义 以使用的方法 其实不是很难 好不好 OK 以上就是今天给您分享的内容了 构原的语法非常的多 而且非常的繁杂 而且它为多线程等等提供了很多很好的API 我今后课程会一点点给您讲到 今天咱们学习的函数是基础中的基础 您一定要掌握 OK 我今天的代码呢 都会放到GitHub上去 有兴趣的朋友 您就下载参照一下吧 好 那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 谢谢您观看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再见吧 拜拜